那輸入信號部分的話其實 你也可以 我第一個當然按右鍵 在這個package上面新增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的話呢 我取名叫for 底線start 這樣OK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呢 一個空的一個module之後的話 那當然我是拿之前的那個樣板 什麼樣板呢 就是99層發表的樣板 來做修改就可以了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寫啦 反正你就拿那個長的有點像的程式碼來修改 也是一個方法 因為我發現呢 初學者叫他從頭打到尾 要沒有錯啊 真的很困難 不過我發現我們班上的同學 真的很多人蠻有心的 還真的就是在那邊 花一點時間 一定要自己打 因為呢 你用別人的程式 永遠都還是別人的啦 那比如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跑出這樣子 那你現在99層發表 跑出來是長這樣子 可是不是我們要的 怎麼辦呢 第一個因為我要跑什麼 外回圈決定他跑幾次輸出 有沒有 跑幾次輸出 所以呢我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10 13次 所以我就打一個range 錢瓜糊 第一次 開始 到第幾次呢 第13 就是14的前一個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要跑1到13 這個的前一個嘛 然後呢 欸 那 這一應該跑什麼呢 其實這一的話 應該要跑 就是剛好他的關係什麼 也是第一次 也是一定是至少跑一次 但是呢 他的關係跟i 有一個連動 第一次跑一個 第二次跑兩個 欸 那不就跟i的關係是一致的 就剛好就是i的數字嘛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i放進來就好了 齁 但是呢 後面那個數字是 那個什麼啦 這個數字的前一個 所以我們必須把把他怎麼 加1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他跑到假設了 i 假設第一次1 1放進來0 欸 就沒有跑了 因為他後面的數字比較小 他不跑 所以第一次跑一次的話 那怎麼樣 這個地方呢 如果我今天1 那就跑一次 如果2的話就跑兩次 3就跑3次 欸 剛好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呢 那輸出 輸出的話 S等於 S加什麼呢 加幾次 幾次的話呢 怎麼怎麼表示呢 我們可以啊 用什麼呢 用那個J 去產生那個信號 那J要怎麼產生信號呢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J等於這個地方的話 跑幾次嘛 那特別注意 你可以用那個J 跑幾次的話呢 你可以用 乘上幾次 J然後呢 乘上幾個信號 假設我今天要跑幾個信號的話 START 然後呢 讓他怎麼樣 讓他去串接 跑幾次 串 如果跑一次 把跟著一下 這個不用 這個不用加進來 那 因為J如果跑一次的話 他就進來 串一次 如果兩次的話呢 就串 串第二次 串第三次 這個J一次 串一個 兩個 跑兩 不過後面的話呢 還要一個換行符號 所以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換行符號 反斜線 反斜線 有沒有 還記得吧 因為如果你不加這個的話呢 那他就會 在那個什麼呢 串在一起了 OK 所以理論上這樣 那當然你 回圈啊 最後我們來跑 最後再把 不是 這個應該不用吧 因為這個 出來之後會加一個 所以這個不用 OK 加上行符號 OK 試一下好了 這地方 來把它執行一下 跑一次 輸出一次 換一個 OK 按確定 OK 這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他第一次 就輸出一個 第二次 輸出兩個 輸出三個 那根據什麼 根據J 所以你會發現 J跑幾次 就是輸出幾個 因為他一次串一個 一次串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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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就輸出幾個 最後跑到外面的話 因為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換行 所以這個 S 加等於 其實S等於 加這個 加在哪裡呢 加在這個後面 加在這個後面 換行 OK 那每一個都把它換 最後 串接完之後 再一次輸出 OK 所以這個S 主要是拿來做什麼 串接的動作 當然 這回圈有時候 當然跟人腦 是相違背的 因為人腦 比較沒有回圈的概念 因為人腦 做回圈的動作 頭腦很容易疲倦 叫你模仿電腦 那所以如果 你有些細節 假如一下子 沒辦法理解的話 我講過了 你可以讓程式停下來 因為回圈 在這個直接執行 他不會停下來 怎麼可以讓他停下來呢 很簡單 怎麼樣 射中斷點 還記得嗎 假設你要偵測的是這個S變數 串接的過程的話 那你可以在串接的這一行 設個中斷點 下一行也設個中斷點 那你可以再怎麼樣 配合那個 除錯嘛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你不知道S裡面到底怎麼串 最後怎麼輸出 對不對 你可以先設兩個中斷點 再切到除錯模式 這個除錯模式的話呢 他就會怎麼樣 當程式跑到這一行就停下來了 他會先跑一下 當他跑到這一行之後 他問你說 要不要切到除錯模式啊 那這個時候他會幫你切到這邊來 這個是除錯模式 他會從編輯模式 跑到除錯模式 他會停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按4 OK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 你剛剛設中斷點的位在這裡 那S的變數裡面的值 你可以從 他的 這個 右上角這個區塊 裡面可以看到有個S 目前是空的 冒號後面就是他裡面放的東西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執行這一行 那你可以怎麼讓他繼續往下跑呢 你可以 這個我們來觀察一下 那下一行就這一個 F8也可以 下一行 串一個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 這個星號 就會串一個星號出來 有沒有 跑這一行 跑一個 再來的話呢 AND一個換行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後面會多加一個換行 但是在這裡 他不會顯示 像底下那個結果 他會告訴你裡面放什麼 那你可以再下一個 有沒有 那再下一個 你會發現再串兩個星號 有沒有 跑兩次 然後再下一個 那如果說你這些細節 假設差不多 有沒有 換兩個三個四個一直往下 如果你這個地方假設 確定 原來這樣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把它停掉 因為 這個主要是讓程式 跑慢一點的方法 OK 那把 如果你要回到剛剛的編輯模式的話 就是再按一下這個 拍Diff 這個 他就可以再切回來 請各位我想 試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輸出的結果是一個三角形 而且是正 由小 變大 那當然做完之後 如果你覺得OK 請你把它反向放 假設我希望待會 可以做另外練習 怎麼樣呢 顛倒 怎麼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我剛剛是拿那個 我剛剛是拿那個99層發表 那部分來改的 所以 假如說你對於那個 縫迴圈的結構 比較不熟悉的話 那你可以 先拿 這個99層發表 那個部分來做修改 好